年月饭的第五道硬菜 带鱼买回来以后给他剁成这么大的块就行 然后肚子里面给他掏干净 在表面上给他改个刀 便于入味 表面的这层银色啊 想刮一刮 不想刮也可以 我一般都不刮 然后找个破盆给他怼入 加入大号葱姜花椒 再来一个八卷 在锅里面倒入料酒 料酒往里一下 这小腥味 等下来就下去了 胡椒粉也是必不可少的 然后用手给他抓败剧鱼 盐网放了 再放点盐 再给他割了剧鱼 给他腌上个15分钟左右 然后锅里面烧油 腌好的带鱼 然后给他蘸一下玉米淀粉啊 给他裹上薄薄一层 然后六成油温 给他下入 下的时候小细点啊 油温高 接到手上 堵住就一个泡 可能很疼了 全部下入以后 然后开中小火 给他炸制 炸的时候火不能太大啊 你要火一大 外面嘎糊的 里面还生着呢 给他炸到啥程度啊 看到没有 带鱼飘起来了 老鼠一块来 外所里内的 就行 控干油费以后 然后给他装盘 旁边我放的是材料啊 也可以散上去 这不就好了吗 虽说老弟不能陪你一生 带着你的胃 满满灯灯